好我们来持续关注国际焦点 因为看到说呢 俄乌的攻势 现在双方的战火 还是不断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看到尤其呢 是在像是在利沃夫 也就是乌克兰的 这个比较靠近西部的这城市 9月4号的时候呢 又再度的遭到空袭了 那么这场空袭呢 至少造成有6个人受伤 而且全境是空袭警报大响 很多人都吓了一跳 那么我们看到呢 不只是这个利沃夫 另外呢在前一天 不到24小时的时间 在波塔瓦9月3号的时候呢 也是有两枚的弹道飞弹 轰击了这个军效 那这场伤亡就很严重了 因为您可以看到呢 这伤亡是有51个人死亡 另外200多人受伤的 那也堪称呢 这是今年以来最惨的一次 好我们就看到哦 就说这为什么会连续发生 这样子的空袭呢 疑似就是为了要回应乌克兰军队 他们跨境攻击库斯克这个地区哦 好所以现在呢 泽伦斯基哦 他就持续的喊话盟友们哦 说希望给他更多的防空系统 这样子呢 他们才可以有所戒备哦 也说希望可以允许啊 乌克兰方面使用西方所提供的这些远程武器 来攻击俄罗斯本土的纵深地带哦 当然他说攻击俄罗斯本土呢 并不是为了要攻击俄罗斯 主要是因为想要以战逼合 说希望可以让普清呢 愿意因此就坐上谈判桌 来跟他们进行谈判哦 好那现在就说呢 美国方面哪是态度如何非常的关键吗 所以说已经接近哦 接近而已啦 就接近同意说要提供给乌克兰远程打骑 及武器哦 说希望未来呢 在战事上呢 希望是有所帮助的 好但是我们看到 西方的态度是这样子哦 哎可是呢 在蒙古呢 我们看到最新哦 就是俄罗斯总统普清 他到了蒙古访问嘛 那当然我们知道之前普清是因为 战争罪的关系 因此呢 是被认为说不应该呢 可以啪啪噪的 结果没有想到蒙古 他们反而是大铺红地毯哦 还有欢迎的仪式 这就让乌克兰跳脚了 他们说这个行为相当不应该 俄罗斯总统普清3号前往蒙古 进行国事访问 不过此行在外界看来 似乎有些风险 国际刑事法庭ICC 去年以普清对乌克兰犯下战争罪 对他下达了通缉令 而蒙古是ICC的会员国 照理普清一入境就该被逮捕 但相反的 蒙古却铺上了红地毯 高规格欢迎普清到访 普清与蒙古总统 呼吁勒苏书赫会晤 两国代表进行双边会谈 普清表示 两国是重要的战略伙伴关系 乌克兰政府发声明抗议 要求蒙古当局逮捕普清 还有少数民众 在普清到访前夕 在首都乌兰巴托的 陈吉斯汉广场抗议 他们高举普清是战争罪犯的标语 但不久就被警察带走 在普清的蒙古的 爱情就爱情就爱情 我们在法治之下 我们在法治之下 我们在法治的 苏联结录的 读到 马克兰 二十二年 都会 很多人 有 我们在法治之下 因为 我们在法治之下 没得到 我们在法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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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化产品来自俄罗斯 所以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蒙古从未谴责俄罗斯 在联合国针对乌俄战争决议案中 也投下了弃穷票 2022年俄罗斯发出动员令 多数想逃避征召的俄罗斯人 都选择逃到蒙古 普京此行的另一项议题 是中俄天然气管线的进度 中国和俄罗斯计划在蒙古 建造第二条天然气管线 西伯利亚力量二号 不过细节一直未谈论 如果二号管线建成 俄国每年将可对中国 输出500亿立方公尺的天然气 藉此弥补西方经济制裁的损失 蒙古也能受益 蒙古也想达到政治大内宣的目的 向国人张显西方想借国际行事法庭 逮捕他的计划完全没效果 9月2号是乌克兰的开学日 俄罗斯却刻意选在这一天 对乌克兰各大城市进行通行 俄军朝首都基辅发射了30多枚飞弹 和23架飞弹 是学术机构 造成超过50人死亡 200多人受伤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控诉 俄罗斯所使用的弹道飞弹 已是因素等级 乌国发布空袭警报后几分钟 两枚飞弹就陆续落地 他也借此再度要求国际社会 立刻提供防空系统武器 乌克兰在俄国境内的军事行动 也持续不断以无人机 攻击俄国的能源设施 不过都为击中俄罗斯的要害 泽伦斯基在接受 美国NBC新闻访问时表示 占领俄国的时间没有定数 乌克兰政府进入人事大地震 已经有多位部长请辞 包括外交部长 司法部长和环保部长等 泽伦斯基表示将进行内阁改组 重新调整执政方式 以达到国家所设定的目标 TVBS新闻总和报道 好 接下来带您看到 是美国的总统大选倒数61天了 我们看到双方的激战 川普跟贺锦丽 观众朋友欢迎你在底下留言 认为谁最后可能会胜出呢 好 双方现在要把握最后的关键时刻 分别打出了经济牌 首先是在贺锦丽的部分呢 他接下来要到新罕布下来造势 预告啊会推出计划 而且锁定的就是小企业的发展 希望可以帮他们减税啊 而且会删减一些帆文入节 另外在川普的部分呢 他则是会在宾州参加福斯新闻的市民大会哦 好 你看到他的主轴呢 会控诉对手就是抄袭他 取消小费课税的政策 那他也承诺说会全面的减税哦 当然经济牌这个是民众最有感的 不过我们就看到呢 以民调的趋势来说 到底现在是战况如何呢 在关键的铁锈带三个州啊 也就是宾州啊 威斯康辛州以及密西欣根州 目前民调来说贺锦丽是稍稍的领先的 当然这只是目前的民调哦 而且呢我们看到这些地方非常的关键原因呢 因为他具有代表性的意义 在2020年的时候呢 也是一个能取得胜利的关键 可是现在川普依旧是警咬 所以最后入死谁手完全没有办法知道 像是在2016年的时候 当时希拉伦原本民调还领先呢 没有想到最后在这几个地方都是输掉的 那另外2020年的时候呢 民调来讲呢 本来说民主党是比较稳定的 可是最后在宾州啊 跟威州这两个地方 都仅是险胜的 所以这也是我们刚刚说的 不到最后关头 完全没有办法知道我谁会胜出 好我们刚刚讲到经济牌之外呢 现在还要打的是什么牌呢 包含妇女牌哦 也是接下来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们看到川普在造势活动上呢 他又端出了牛肉了 这个牛肉呢 说是啊未来呢 像是这个市管婴儿的费用 他喊话要由政府来买单 那政府不买单的话呢 他也会要求保险公司负担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 似乎极乐 近期在多场造势上开选举支票 现在大喊 假如他当选 未来做市管婴儿IVF的费用 通通由政府买单 川普开出这个支票 是因为女性支持者大量留下贺警力 不过这也是一把双面刃 可能会引发党内保守派反弹 川普在堕胎议题上 立场也一再改变 乘胜追击贺警力从佛州展开 生育权八世之旅 将在全美50个地区主打堕胎权 同时还释出最新竞选广告 距离由ABC电视台主办的辩论会 只剩下不到一周的时间 贺警力阵营聘请希拉瑞前资深顾问 最后集训已经展开模拟演练 TVBS新闻综合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华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 请订阅您的观看 请订阅您的观看 请订阅您的观看